哈囉,大家好,我是Stephanie老師 今天要教各位同學破解 我們上個月 多一模考測驗最多人錯的一個題目 它是一個修飾語題 OK,這個題目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讓我們多數的考生都沒有選到正確答案 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就教各位同學快速破解的方法 讓我們同學以後再遇到類似的題目 都不用再覺得害怕囉 來,這個題目就長這個樣子 同學在電腦前面可以自己在心裡默選一下 如果是你,你會選擇哪個正確答案呢? 好,我們來解題囉 這邊先跟各位同學分享一個節省時間的小秘訣 同學要知道 我們在做多億的閱讀測驗的時候 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選出正確的答案 這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啊,多數的考生在考完多億之後 心裡的感覺其實不是題目好難看不懂 而是題目太多做不完 OK,那麼以今天這一題 它句型的大方向來看 它是一個由巨手 而這個同屬連接詞 它帶的負詞詞句 去連接後面主要詞句的句型 我們觀察一下 今天呢,題目的空格是挖在主要詞句裡面 而這四個選項呢 是同一個家族的字 它只是磁性變化不一樣 好,那我們在考慮答案的時候 是不用看前半部的這個負詞詞句 因為前半部的內容 它並不會影響到我們主要詞句 這四個答案的選擇 那同學呢 如果以後可以記得 以這個原則來答題的話 你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囉 好,不過呢 我們還是帶各位同學來看看 這個題目到底在說什麼 好,巨手的這個us 它其實就是同學熟悉的win 當什麼什麼的詞後 好,那prospects這個字 同學可能比較陌生 它是指一件事情的前景 或者是展望 因此呢,前半部 she thought about her job prospects in the current economy 就是說 當她想到她工作上面的前景 在目前經濟情況之下的一個前景 好,那Mrs. Conner became 怎麼樣optimistic 我們又遇到生字囉 optimistic是一個形容詞 叫做樂觀的 這個字呢 是多益的高頻單字 努力把它記起來一下 你在多益是很容易會 遇見她的 OK 好,那這題的解題關鍵 在空格前面的became 來,同學 became 是一個連綴動詞 相信大家都學過 請問連綴動詞後面 要放什麼詞? 嗯? 沒錯 就是形容詞 但是 你也看到了 我們已經有了optimistic 這個形容詞在這裡 那我們的空格呢 就只能畫唯一可以修飾形容詞的詞性 是什麼? 答對了 就是負詞 所以 追題的正確答案 不要懷疑 就是第一 increasingly 好,來 同學 副詞在英文裡面呢 可以修飾三種詞性 第一個 是一般動詞 第二個 是形容詞 再來 就是副詞本身 好 那increasingly這個字 在這邊翻譯的意思是 不斷增加的 你也可以把它翻成 越來越怎樣 那放進來之後 Mrs. Connor became increasingly optimistic 就可以把它解釋成 Connor太太呢 他就變得 越來越樂觀了 這就是這題的解答喔 好,總結一下 再跟同學分享一個 修飾語題解題的小技巧 副詞呢 是一個純修飾的詞 意思就是說呢 一個句子就算沒有副詞 這個句子的意思 依然是完整的 所以各位同學未來 如果你看到一個題目 你發現說 這個空格呢 就算不管它 這個句子 唸起來 也還是很通順 文藝也還是很完整 那麼呢 很大的機會 它就是少副詞 那同學呢 可以再觀察一下 這個題目 如果啊 你發現 挖空的地方 它的前後是 動詞形容詞或副詞 那就更不用懷疑 這題的正確答案呢 就會是 副詞 OK 這個解題的小技巧呢 希望各位同學 可以把它記起來 非常有用喔 好 今天呢 這個修飾語題的解題技巧 希望大家未來呢 能多多的練習 還有運用 那麼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那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見 掰掰